我的本分是學生 那我應該要把我的科業顧好 重返校園完成畢業夢想 25歲黃國偉 兩年半前在八仙晨暴中 意外失去右手和雙腿 燒烫上面積達90% 雖然體無完膚 卻分外珍惜活下來的機會 那時候剛把呼吸器的第一滴水 我很難形容 如果現在要說 我會說它是人間極品 在保齡球道前一次次練習 它還登上荷環山挑戰宮頂 這些跨出去的動力 都來自家人全力支持 不管你做了什麼 不要擔心 家人一直都會是你的後盾 那當他們這樣跟我說的時候 其實我心裡面一直覺得 我要更努力 曾經靠著葉克膜才能維持生命 看在醫療團隊眼中 原本存活率不到5% 卻出現奇蹟 他如果不損失到這幾個肢體 是沒辦法活下來的 這麼嚴重的病人 能夠存活下來 在我來說也是一個意外 滿身疤痕 都是和生命搏鬥的印記 黃伯偉寫下一字一句 鼓勵更多商友 活出不平凡的人生 黃伯偉加油 大一新聞蔡林 李明華 台北報導 女士 表面 把 咱們